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这么一条动态 想必是在学校门口聚集了很多人 又多次劝诫不听离去 胖虎才会如此生气的更新这条动态的吧 一直以来都是说要离偶像的作品近一点 而离生活远一点 这样肆无忌惮地在学校门口聚集 肯定是会影响到周围的群众与学校的同学和老师的 而这些人还一直在那边逗留 那也不能算是粉丝 而是所有人都很讨厌的私生犯的 更令人气愤的是 胖虎更新这条动态 也似乎并没有多大作用 私生仍然在学校门口逗留 在之后还更新动态说看到迁徙时 胖虎对他们的态度并不好 还是提到了以后再也不喜欢胖虎了 看到这样的一条动态 想必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 这种举动有什么问题吧 其实从TFBOYS出道以来 他们就一直遭到私生的困扰 去年四周年的时候 还有私生在他们车上安装了追踪器 甚至于进他们住的酒店房间去找东西 而拓于无奈TFBOYS三人还专门录制了一个是品 讲私生的这个问题 那在他们发声之后的那段时间也确实有好点 但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 私生的行为却也是越来越放肆了 粉丝不听劝持 千玺助理不顾形象的吼人 王俊凯导演更直接 和千玺一样 之前一直在重庆拍戏 等王俊凯也遭遇了私生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电影在拍摄的时候 保密程度是很高的 而私生饭不仅混进了拍摄的场所 还在现场直播脚台拍戏 现场的工作人员多番劝戒他们离去 私生饭却丝毫没有理会 依旧我行我做 那最后也导致了导演在现场发火了 私生这个问题似乎理解不止 总是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即使内心真的很喜欢 我希望听众多点都是会有这个问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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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